新冠疫情肆虐以来 有好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已经染病了 比如说英国的王楚查尔斯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以及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得病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人家基本经过一两周的治疗 都能痊愈 没办法 毕竟作为国家领导人 人家可以享用的是本国最顶尖的医疗技术 而且这个病这么讲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只要你措施得当 痊愈率还是很高的 但是反过来讲 并不是说你在一个国家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 你得病你不害怕 你能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顾 你就一定能痊愈 不是这样的 就在前两天 美国有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因新冠疫情而去世 这个人是特朗普总统的好友凯恩 这个人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争取过美国共和党的总统竞选提名权 而且在当年 咱们清楚 美国总统是奥巴马 奥巴马要选连任 在当年曾经一度 凯恩的支持率要超过奥巴马的 而且凯恩本人还有优势 什么呢 他也是个黑人 共和党当年想 你看你民主党不是个黑人总统吗 干脆我也推一个黑人出来选总统 凯恩差一点就拿到提名权 只不过后来有一些别的事情 他自己放弃了竞选总统之路 后来凯恩变成了特朗普的铁杆粉丝 咱们知道 特朗普有很多政策是不受黑人代言的 但是在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黑人是支持特朗普的 凯恩就是其中之一 人家为了特朗普总统的竞选 那是不遗余力的 结果就是这样一位铁杆粉丝 不幸感染新冠疫情 在前几天去世了 而且大家知道吗 凯恩为什么会感染新冠疫情 今年很多美国人猜测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了特朗普的竞选大会 咱们知道 随着美国大选投票日子越来越近 特朗普本来是非常想 在美国各个主要城市搞竞选演说的 因为他认为他的演讲能力 煽动能力 洗脑能力特别强 所以只要他一场一场的演讲会搞起来 他一定会民调持续上升的 在今年6月20日 特朗普千挑万选 选中了一个城市 开始他复工后的第一场演讲 当时本来预计 说有上百万人报名 要参加这个竞选集会 结果最后来了不到一万人 在特朗普大跌眼镜的同时 还有一个不好的事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中 有将近十个人 因为组织这场竞选集会 而感染了疫情 更可悲的是 凯恩当时参加了这场集会 参加集会之后不久 他就被确诊 感染了新冠疫情 而由于他年龄比较大 他比特朗普还大一岁 有很多慢性病 所以他没有像约翰逊 波托纳罗那么幸运 一两周之后能出院 他一命无忽 死在医院之中 甚至当他死的时候 他都不能去埋怨特朗普 为什么 人家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很鬼 人家在搞这个大型集会之前 让所有要参与的人 都签了一个生死文书 你签字 你表示同意 我是自愿来参加 这个竞选集会的 如果我因为竞选集会 而被感染了新冠疫情 那么对不起 我将没有权力 要求特朗普团队 给我任何补偿 当时我们就讲 这得心多大的人 多铁杆的粉丝 才能愿意签这个生死文书 来参加这场集会 可能很多铁杆粉丝觉得 没事 听个演讲能得病吗 你看没看到 凯恩这不就得上了吗 可能也是参加的人太少了 而且这么少参加的人 就有这么高得病的比例 因此从6月20号以后 特朗普再也不敢提 搞大型竞选集会演讲了 而且我们还真得提醒很多美国人 尤其是搞这个政治活动的美国人 今天美国确诊 大概接近500万 按美国3亿多人口算 今天美国全国的确诊率 大概是在1.5%左右 可是美国政治人物的患病率 是更高的 今天美国参众两院 据不完全统计 已经至少有15个议员 感染了新冠病毒 可是我们知道 美国众议院435个人 美国参议院100个人 也就是说500多个人 有超过15个人确诊 这个确诊率高于3% 是美国普通老百姓 确诊率的两倍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美国大多数老百姓 是可以居家隔离的 可是美国政治人物做不到 他们要不断地去见人 不断地去拉选票 不断地去搞演讲 这样你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就会非常的高 而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 国家顶级医疗服务的 更关键的是 美国今天政治 简直也是一个老人社会 你看看 特朗普也好 拜登也好 佩洛西也好 哪个不是七八十岁 吹吹老矣的老人 哪个老人身上 没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 所以我们真的提醒 美国这些政治人物了 千万别顾凯恩的后尘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